吃什麽 問題不大 怎麽吃 也是個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個老怪吃東西 吃飯是拿什麽東西啊 拿刀叉 我們拿筷子 我們是他很野蠻 他說我們很寵 這個克林德堅的說法 但是用不同的方法 把不同的東西送到自己嘴裏面解決同樣的問題 這就是文化和深圳之間的不同 就是這樣 這就是文化了 大家為了保暖 但是穿的衣服不同 穿的衣服也不一樣 其實我們中國人穿西裝跟老衛生穿 穿著身上 大家就覺得老衛看我們怪怪的 你們中國人也穿西裝 可是我們看到他穿一個東張膛張 我們也覺得怪怪的 這個老的楊鬼子也穿過我們的衣服了 就是這個道理 大家都有這個批號 文化的生活 它也是民族的生命 我們一坐下來 哎呀 我是中國人 你是外國人 其實除了皮膚以外 我們還有老公化的認同 特別是我們中國人 特別講究這一點 講究這一點 所以我們說中國的相聚在哪裡啊 餐館 我們的餐館最表現我們的愛國學精神 再不認識 餐館就不認識了 所以我們到那個地方就聞香味 有人看玩家說 在美國啊 如果你到超市裡能夠買到豆腐 說明這個地方 中國人一定超過一千萬 但是如果買到臭豆腐 一定超過一萬的 我在換你買不到臭豆腐了 所以這是一個民族認同的生命 所以坐下來 不管講什麼語言 但是一種價值的認同是擋不住的 實際上也是包含器物制度觀念三個方面 什麼叫文物 文物嘛 文物設計要導致一個民族集體認同的東西 譬如我到臺北去看那個周代的貶宗 那個楚王的貶宗 楚國的貶宗 哇 我一看這個貶宗 大家就知道 就極其我們對祖先文明的根的什麼 認同 就是這個認同 這個文物不管放哪裡 所以我們中文人看到跟老外看到不一樣的 老外中間就覺得 哎呦 這個能敲的嘛 哎呦 這麼久都能說出這個東西出來 中文人不同了 中文人情感上的認同 馬上就有了而起 你看在海外我們看到一個文物 他們要回國了 我們都把它說出來愛護住一些東西 是不是 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是一個能同 平時來包括制度 包括觀念 所以我們怎麼搞這個制度都搞 跟老外還是不一樣的 這都是文化 所以文化也是 文化人生活中依靠這一切 就是梁須敏說說了啊 就是我們生活的依靠的一切 都帶有文化的東西 所以文化這樣事情很複雜 你說沒文化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我們每個人都有文化 但是 你問什麼叫文化 他說文化都不知道 你太沒有文化了 你說我看 他就說不清楚了 這個文化是挺挺大的事情 挺大的事情 在大英百康全書的字典當中 文化這個詞條下一個 這個difidation有254個 254個還是在1980年之前的 現在還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你看它的概念非常複雜 所以它有哪些特點呢 首先是共有的 大家共同所有的 所以文化既沒有辦法侵略也沒辦法掠奪 我把你的文化掠奪走的 哪能掠奪走的 是吧 就從我們角度來的 你最好把我掠奪 我掠奪人就好了嘛 其實文化既過存在清理也沒辦法掠奪 它是民族共同認同的 共有財富 共有財富 第二來 文化是學習可以得到的 可以得到 比如說我們不會講英語 我們可以學它的 我們可以學刀叉 我們可以吃披薩 不要吃燒餅都可以 都沒問題 可以學的 這個都是學的 所以呢 文化還是一個基礎的象徵性的東西 它的基礎是象徵 象徵性的 因為叫symbolic的東西 譬如我們基礎教有沒有有象徵啊 有沒有許強 什麼東西 許強 是這樣 中文的有沒有有象徵 有啊 天安門廣堂編它的滑錶 是不是 這個滑錶就是我們的圖騰族 明白意思吧 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圖騰族 我們過去是這個巫術為主的一個文化 那以後有機會再聽得到 所以說中國教會為什麼長期迴避文化呢 在我們教會當中呢 我是苦心經營的十幾年 十幾年 為什麼 我就一新主以後 我就覺得我們中華民族 在接受基督教的時候 有一個跨不過去的門檻要跨過去 那就是文化 我們的文化不可迴避 沒辦法迴避 有時候教會說 哎呀 文化不屬靈啊 不要談文化 文化是不屬靈 但是你要屬靈的話 就要怕不文化 明白意思吧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常常會有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學基督的話 做孔子的門徒 聽明白這個意思吧 大家都知道啊 一方面做基督的話 當時做的就是孔子的門徒 都是學著孔子的樣式 因為它的價值觀和理解的方法 是用傳統文化去注釋聖經 離卸神的話語 這對我們帶來很大的問題 我們有時候覺得 在教會已經幾十年了 當時我們過去基督的家族問題 適合沒改變 但是滿口都是聖經的華語 這就是我們碰到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就下舉行 一定要在這個方面 多做一些功夫 這個功夫 其實你們可能怕不太了解 中國大陸 一從95年開始 國家雖然嚴格禁止 不能隨便辦神訓院 但是竟然在全國最好的 最top的 十七個高等院校和研究所 開始舉辦了基督教研究的一個program 從那時候開始 每年全國招生 將近五十個博士生 兩百五十個碩士生 基督教專業的 叫Christian Standard 就我們呢 像我啊 就專門成立基金會 來支持他們 支持這些學生 在幫助這些學校 拼勤海外的那些教授 去教就業神學 新業神學 基督教神學 基督教歷史等等 去教這個課 指導他們 同時我們在悄悄地 帶領他們這些教授和同事生信主 現在我們很多教授都信主了 現在有好幾個教授把工作都會的 準備就讀MD付出了 中公司去了 我們學生當中更多 所以現在我們就在做這個事 現在我們國內很多專門從事 就業新業研究的教授 都非常優秀 他們現在信主以後 把工作可以專門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講句實際話 因為神學如果沒有建立起來 中國神學沒有建立起來 基督教要想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圖那中扎根 那是不可能的 明白意思嗎 我們可以建立很多教會 但是我們不可能有這個情況 我就簡單舉個例子 佛教來中國經過一千八百多年以後 阿彌陀佛 這幾個字啊 就成了我們的熱場用語了 所以有的問我 李莫師你天天搞文化學教 最後達到什麼目的啊 我說我就要把哈利路亞代替博弥陀佛 你聽明白這意思嗎 這就是文化 這就是文化 所以我一直在台灣 有弟兄說 哎呀你弟兄我們有緣啊 我說等等 我們能不能把有緣改成有福啊 有緣就是佛教的詞語 你不要小看這兩個詞語 他一講悄悄的就把佛教的信仰給你傳遞了 佛教的信仰就是本無元氣 萬無空援起而湧 這是《大成經》裡面開始講 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搞宗教學研究了 就要從這個東西下手 所以呢 威比文化大的基本原因 第一題 新教洛華的背景有關 因為新教洛華的時候呢 跟天主教洛華不一樣 真是我們國家弱勢的時候 又被挨打又被什麼 所以呢 大家呢 就是 對自己文化本身就沒有信心了 那個時候 我們的士大夫啊 都覺得本來中國很強的 怎麼也被人家打了 去開玩笑 本來養鬼子在我們眼裡 根本不起眼的 否則我們不會把它叫鬼子了 叫養鬼子 你明白 鬼子的意思就是不是人啊 是不是 這個意思 你看這個廣東人到新年 現在竟然叫老外還竟然叫什麼 鬼子 他現在都這樣 這個只是有點民族歧視的意思 但是這個歧視的背後是什麼 背後是文化之尊啊 就是我自己文化最厲害 但是那個時候開始不行了 就是不怎麼認為了 接著呢 宣教士有關 宣教士當作中國來的時候 一看中國文化那麼複雜 要學難得不得了 立馬當你來中國的時候 這些牛津啊 包括這個羅馬 包括這個葡萄牙 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二十年的時間 學習中國歷史 學習漢語 所以他到中國的時候 一口漢語 還穿著那個 當然開始搞錯了 穿和尚的衣服啊 但是他以為這個衣服 是做官的衣服 後來發現 跑到造型的馬路上 小孩子跟著後面 怎麼一個洋和尚 而且突然發現 這個不是做官的 在家裡待個三個月 再把頭髮長起來 重新再買個衣服穿起來 但是他毫無疑問 因為他還是董宗不文化 董宗不文化 那個時候修教師呢 包括呆德生等等啊 他們根本沒法接觸 所以呢 就咬定了 就是呆領他為信主 只要得就就行了 所以他們不設計文化 到後來 到1860年以後 六年以後情況不同了 到禮題目太開始 就關注什麼 就關注文化 尤其到1900年以後 就搬起來大大小小 無數的教育學校 來幫助中國推動這個文明 他就知道文化一貫不突破 中國人的教育建立再多 也是沙子上的建築 沒有根基 沒有根基非常危險 因為他越多以後 是一個華能教會內部的 穹基構成有關 在根基石篇之前 就是以後談運動之前 華能教會內部 大多都是洋人 到根基石篇以後 不同了 華能開始多起來了 而且更重要的時段 出現了一大批 非常優秀的青年華能傳道人 這時候就改變了 改變很多了 還有呢 就華能教會的現狀有關 現狀 從50年來開始 華能教會一份文 大陸和台灣 包括台灣 大陸這個教會 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 就是熱絡政策 當時我們國內推行的 三次的宗教政策 叫熱絡政策 什麼叫做熱絡政策 他要不要下山了 你要不要擋住他 那他下山算了 什麼意思呢 因為教會裡面 大多都是老人家 老人家嘛 就是五十六十 這過七十八什麼 也就差不多了嘛 他們沒了 教會也就沒了 他這邊原來是政治 因為政府嚴格規定 不能向年輕人宣教嘛 就是沒有年輕人的 老人家過了 就教會也就過了 但是呢 老人家過了 那那個時候 沒想到 七八十歲還在 沒想到過二十年 改革開放了 年輕人大了 用進來了 不得了 其實我當時 八十年的時候 我在大學讀書啊 那時候我就搞了一次社會調查 就問當代青年為什麼 讀行基督教 這是我第一次接受基督教 那個時候啊 教會剛剛開放 不得了啊 人漫為患 那個時候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主要是卡特總統訪問北京 那個鄧小平要跟他做生意 鄧小平跟他做生意呢 就是鄧小平說 要給中國這個時候 要求最優位貿易待遇國嘛 大家記得嗎 那卡特就說 我也有兩個要求 他說中國公民 有謙虛的自由 什麼叫謙虛的自由 有移民自由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Passport 不可生前Passport 也不可以移民的 鄧小平那個翻演 一翻翻過去 鄧小平一聽樂了 他說這個好辦 你問卡特 我們移民兩億他夠不夠 那個時候中國人很多嘛 一個很窮嘛 他說真是人太多了 請快講跟他兩億 卡特是兩億啊 美國自己才兩億多億 什麼意思 這個話題不講了 然後呢就是第二個條件 他說中國公民有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 那個鄧小平老師也很聰明 他知道 你老外講信仰 肯定講基督教 不過講佛教吧 他說沒問題 他說講這話呢 是1979年的10月26號 他說從1980年11號 上海北京 我雖性各開放五個教堂 上海就開放五個教堂 那個上海五個教堂 是清清堂 孟宏堂 淮恩堂 金陵堂 和金陵白堂 五個堂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蠻清楚 我馬上就對這個孟宏堂 進行調查 夏天的時候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教堂 人蠻為壞 從早上六點開始到晚上六點 兩小時一躺 兩小時一躺 全部坐滿的人 院子裡面全都是住的人 地上都是住的人 只有一個規定 高音喇叭 不能丟到街上 只能丟到尾箱裡面 啊 這個人多啊 不得了 就是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有意思啊 所以那個 我每次從學校 每個星期從學校回家的時候 就路過一個教堂 就看到這個現象 就去調查 我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直訪了五千多個 一千五百多個基督徒 就調查他們 為什麼會信信仰 會信基督教 然後呢 就寫了一篇五萬字的報告 任當代青年為什麼都信基督教 啊 檢完以後 這個 連我的原始調查資料 通通要送 因為我個人小組 我是小組長 然後呢 全部要上交 上交到中央補助部那個時候啊 結果後來 我上交之前 就特地把這個報告 就找了一個青年黨的牧師 董牧師 這個董牧師很不錯 其他的牧師 我覺得有點 有點 統戰幹部的味道啊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給你們聽 其實我第一次聽講道 就是在烏烏唐進的 那個我去調查 就講道的時候 那個牧師 那個講什麼我就不記得了 他禱告我很清楚 他說為了社會主義主義 為了煩惱 為了社會主義的話 阿門 那個社會主義主義 那個社會主義主義 很有意思 我就跟老太太說 這也阿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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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赤穆書就說報告 沒什麼不一樣的 我就跟他講 那個老媽媽就說 你不要亂講 他說我們牧師講什麼 無所謂 只要他有一句話 從聖經出來就可以了 他說 他看 因為老年家不是職嗎 那個好說 我想這個真是沒救了 不是我沒救 他說你還沒有得救啊 但是我最還沒得救 趕快就走掉了 但是我就知道 這個裡面有很大的差異 後來我找到董公司 董公司倒是蠻不錯的 結果後來我就把報告給他看 我說董公司請你最後做一個審核 有什麼意見還可以改 否則的話就送到中央去了 我都不理底稿了 他就看了一下以後 我說小兄弟我覺得你會信主 我說不會吧 我說我調查的人都 都有問題了 我一點問題都沒有 而且呢 我告訴你尤其看看後面 最後 你看看最後 我說最後建議 中國家對基督採取 非有限制改造 不是這麼假的 他說廟就廟在這裡 你還沒有說打倒 你真的還有救 我想想 還是有意思 所以呢 就是這種情形 就是這種情形 所以呢 華盎教文節 國內興趣很快 但是主要當時是在盧州 到2003年到2005年 是一個孤獨 就像城市移動 城市移動 那麼海外呢 就要會像我們美國 美國就要會做下來一大堆的博士 但是真正從事人文的很少 基本上都是理工科的 搞建築搞電腦的 做business的 蠻多的 但從人們的就非常少 所以他沒辦法這些文化 所以中國文化 有中國人呢 什麼是中國文化 一言難解 中國文化說不清楚的 太多了 包含太廣了 但是呢 上下五七年 上百個民族 上千萬平方公里 我們真正從事主要特製 DTG和認同 實際上還得繼續 作為價值觀者來談 私下學派等等 所以呢 就是美國駐華大使 吳嘉惠 他對現在中國文化的特點 他做了幾年中國大使 深入體會 做了一個改革 我們來看看他怎麼改革 他說非常聰明 但非常相近傳言 他說凡是喜歡搶 從出生搶長腿到您搶長腿 我們是有這個特點吧 什麼都請 他說大使上能等待人 集團生小事 精進計較 也有這個特點 他說能通過關係辦事的事 絕對不通過正常途徑來解決 哎呀中國人就喜歡找關係 就喜歡找關係 然後呢 第五套 計較 不是個人 不是不公平 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 這聽起來蠻痛苦的這件事 是不是 社會不公平 它無關於事 只要對我沒有誤會出就行了 嘗嘗是這樣 第六 多麼多就批判外界 橫掃反思自己 從來不能認為自己是錯的 自己爽不爽沒關係 反正不能讓別人出來 是不是 第八他說 那各位才有的成功官夫妻為 愿以為多聖人的悲餐捐助 是不是 叫圖使福悲 圖使福悲的感情是停留在什麼 動物的水平 愛能如己提到什麼水平 基督徒的水平 所以耶穌基督徒的信仰 把我們從動物的水平提升到人的水平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去認識基督教 他說 不為強者的堅持身手 願為弱者的苦心流淚 這都是我們很多人 他說 不願意為執行威之所淚 寧可為適應潛規者受罪 習慣搞潛規者 他說 不願意不為大家利益分後 願意為大家不信弩罵 弩罵 發牢騷 是吧 然後呢 不願意長遠未來謀負 因為眼睛小弟冒險 他當了三年半的大使啊 他就開過了非常好 所以呢 中國的象棋是一樣 你看這個象棋是什麼 一球的寶帥 是吧 我們什麼都不重要 這個是麻將副相算盡 這叫自己贏就可以了 成功 圍棋 是吧 四位贏 一切都是非白即黑 是吧 然後軍旗是官藏象征 官代界亞視人 雜雞就是這樣圍 雜雞你看就是圍穩 就是搞平衡 武術 亞視現象人 但是呢都是花卷秀腳 那這個呢 什麼是中國人 就是認同並傳聖 中國文化傳統和血緣關係的人 就叫中國人了 就是中國人 現在我到歐洲去啊 發現那個法國德國 尤其是法國啊 你講法語的就是法國人了 因為歐洲的人數 不斷地減少 他覺得你只要認同我文化 你就是本國公民了 是吧 但是你講英語 他就很恨 是吧 他就覺得你不是法國人 所以呢 現在很多民族都走向這一步了 就這個意義來上 福音就挑戰每一個中國人 因為每一個中國人身上 那種文化的 國德性遺傳書 形成的價值觀 天生就是以基督教對立的 以至於福音真正能夠得著人 必須發出幾道文化的門檻 我們有四道文化 所以哪四道文化 第一 黃天與神天哪個更高 你們有這個問題啊 很有問題 98年 我是經常很 那個時候還在神學院 最後學期 我到台灣去 在台灣的零兩堂 就是台大的零兩堂 就是周神祝福師的那個教會 台灣的人都知道 我去聚會以後 聚會以後 出來的時候 那個長老 就是同學長老 我就不記得了 他一拉著我去吃飯 就反覆問我 他說 你們大陸人 為什麼一定要統一我們台灣呢 跟他講 我說 你們搞錯我算什麼 我有等的統一你們台灣 我能夠把七字台子統一好 就不錯了 我哪搞掉了這個事情 你們老定的我幹了嗎 我說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基督徒這麼關心這個事情幹什麼 沒有必要 我以前就讀神學了 我也不搞這個玩意兒 以前我還是搞個政策學 今天我不搞這個東西 他說你回去帶個可信 我說帶個誰啊 他說我帶個可信 不要統一他都沒有可信 我說請問我帶個誰啊 我誰都見不著啊 其實是為什麼 我們還是對皇權國權 看得比神權主義 是不是 價值觀沒改變 大陸也是一樣 大陸的人也是一樣 其實三字的教會 三字三字 為什麼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愛國要高於愛神 那就叫愛國文言會 就是三字愛國文言會 他的整個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他把國看得比神重的 這是我們一大的文化門檻 現在沒有三字的 我們心裡還是這麼想的 我們不正在三字教會 我們在美國嘛 但是我們有時候還這麼想 在國教會裡面 我在墨會的時候 最最麻煩的就是台灣的弟兄 跟大陸的弟兄 在談一個統一問題 大家正在面貌而撤 哎呀我說你們臉變成豬肝 還是這個樣子 沒有意思的 為什麼 這個問題不是我們所關心的 我們既然都仰望主教給主了 神又在歷史上 祂自己會成全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不要再關心這個事 但是我們心底深處的價值觀 還是把國看得比神更重 這是我們一大文化門檻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麻煩的 所以耶穌基進行了這麼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力都吃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 是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聖靈的名給他們施行 這個呢一段話 其實凡國夫婦也是 因為他們同在 我教訓他們這個時候 我這個長一名同學 直到世界末來 講這段話 耶穌站在什麼高度啊 全世界所有國度的高度來講這個話 祂次高啊 是吧 所以呢這個很重要 從政治與宗教的一般關係 兩者之間的問題神權跟俗權的統治 為什麼永遠爭不完呢 我們就要懂得避開 新教住了經歸當事實 就要避開 是吧 所以這個呢是萬一意啊 所以呢就是 最能蓋過中國王權與宗教關係呢 就誤會神教社交 所以2013年 我在美國國會的基金國研究中心 專門發表了這篇講話 他們請我去這中心 我就專門講 神道社交師的書 這本 這個東西它已經出版了 英文版已經出版了 出版在他們的書 我今天到沒一帶了 所以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 中國皇帝度 這個教法的態度和政策 一方面是說客觀音樂 中心上也是有很多的憲 我們就多度去講 第二呢 我們跨不過去到門檻 就是家庭線 這個關係和這些家族的血清 親情關係啊 依然是社會的關係 高如神 明白意思吧 我們坐下來啊 還是把親情關係看得低微 比神的關係更重 你看我到歐洲去 到義大利啊 到法國啊 到希臘啊 到哪裡去教會 最近幾年我常常去那邊 坐下來教會好幾百個人 一打聽啊 就是十幾個家族 都是一家人啊 當然 然後矛盾呢 這是家族的矛盾 好的也是家族在一起好 都是家族的關係 血緣關係 還是看得跟神的關係更重 其實我們教會 基督教的信仰 從舊約到新約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我們要斬斷 跟家族的血緣關係 建立跟神的關係以後 再回過頭來 看待自己的血緣關係 就是 這個是我們基督徒第一功課 第一要做的功課 在經約的時候 就是一個在聖經 馬上說 愛父母故意愛我的 不會做的門徒 愛女兒 兒女故意愛我的 不會做的門徒 都會做她實際的跟父母 也不會做的 所以呢 像這樣的聖經的話 其實都非常重要 你在經約裡面 嚴格華跟亞伯拉罕 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記得吧 你要離開福家 離開本家 看到了嗎 第一句話就要離開本家 在信仰裡面 主耶穌要上私下之前 跟門徒們打個招呼 是怎麼講 看哪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母親 你們都是 你們都是 明白意思吧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家族的血緣關係 看得更畢生更重的話 我們就很難建立更深的關係 而不僅如此 因著這個緣故 我們就很難就要彰顯上帝的公義 所以你們會發現現象 在華令教會裡面 講慈愛 大家津津樂道 講公義 就不多了 是不是 其實公義和慈愛 是兩條腿啊 離開公義的慈愛 其實這就不是聖經要表達的意思 不是聖經要表達的意思 我們不先講慈愛 我們很少講公義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種關係是公義在社會上彰顯不成 這是我們的一大問題 一大問題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慢慢講 慢慢講 所以這一個答案 我們也是過不去 這個我們要過去 我們要過去 所以古今中外的社會 這個幾乎以家庭為中心 所以家庭和人人的關係 自然而然成為人力的基礎 其實基督教的人力 就是以什麼為基礎 以跟神的關係為基礎 所以我常常跟他們講 我說一本聖經 這講了三件事 這麼後一本聖經 把它蓋過再蓋過 就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告訴我們什麼是神 誰是真正 第二件事情 什麼是人 從哪裡來的 本性是什麼 第三件事情 人和神的關係 和人的出路在哪裡 就像是三件事 是不是 就像是三件事 就是三件事 所以這次蓋過到最後 就是這個回事 所以我們沒辦法跟神進入關係去 看贊中人的關係 所以中國的儒家文化等等 其實一目相似的 就是中法社會培養出來 所以中國的聖能界 有多大的華夏民族 華夏民族 神頭絕的鴻溝 鴻溝 所以呢 就是我們講 只貴於怪力亂神 天到遠 人到遠 貴之生 焉之死 生也是重要 所以中國人是生的偉大 死的光榮 是不是 基督教正好道德 死的偉大 生的光榮 若不是實際上的死 對它的生 我們可能還不知道 因為它的死 我們才想到它的神 這個是倒過來的 所以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 它是以自己的系統 形成為內核 所寒容的是 人的世界 神的世界的複合體 始終跟神在一起 所以永遠把神的規範 條規 信仰 成為我們建立人際關係的基礎 所以以美國為例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離開神 重新回到自然 所以談一下那一句 很多都講 基督教突破了 基於血液和親眼關係的親近關係 所以這些我們都說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 指導中國的血清關係的認同 血濃以水啊 心得過的只有生我的和我生的人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吧 是吧 生我的人 好像我生的人 尊嚮內心 即便是社會關係 而且也要經過一番親情攀附成為自己人 自己人 是不是 明明是社會人 他要把它家屬化 你看那個 剛才我們就提到那個 薄熙來 薄熙來打了一個王立成的嘴巴 為什麼他敢打他下屬的嘴巴 為什麼 因為他把下屬已經家丁化 家丁就是什麼 家裡的人 自己人 就是可以隨意處置 所以他親情滋後時相親 然後三同 同鄉同學同事 然後就變成同黨 同黨 是不是 我們教會裡面也有這個問題 是不是 所以魯家的人呢 就叫做愛 愛又是一個難題 所以我們的愛 是這個 是這個 Egabe的愛 還是魯家的 這個 親親有數的那個愛 又是大問題了 所以馬賽夫人就說了 這是我告訴你們 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了逼迫你們的禱告 這樣就可以作為你們天父的兒子 因為他叫勒州招好的眼睛 將你給亦人給亦人 其實這個文化 這個價值 跟我們中華民族又是不一樣的 我們中華民族文化是什麼 是復仇的民族 我們有次被報 君子報仇十年報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你看那個 看那個武俠小說啊 武俠小說以前我很喜歡看 看了一次以後我就不在我看 都差不多的 第一步 大家把李家全部殺完了 留一個不殺 然後呢 這個人呢 弄到一個高手 長大以後 又把李家這個時候殺殺殺 殺到以後呢 又有下一個 這不過最次留下的是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又愛 又殺不下去 而且村長說這樣 就是殺也殺不了 還有愛不起來 就哭啊 讀著人傻乎乎的 寫著人家 金的奧米就在這裡 仇人裡面有傾家 傾家裡面有仇人 就是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的文化 所以這個佛史的文化 要愛仇敵 這個是很難的 是不是 愛仇敵非常難 我在教會裡面 莫非的時候 就遇到過 我們有些弟兄父親之間 在教會 有十五年不說話的 你們見到過嗎 我見到過 我找到一個弟兄他的 這個人我已經十五年沒跟他說過一句話 我嚇了一跳 原來仇恨也會有 也需要很久的人來 那不一樣的 這個是很麻煩 其實希臘文當中 愛有四個含義 Elos Stock 即是Stock 就是菲利亞跟Egabe 其實我們講的是Egabe Egabe就是聖愛 其實這個愛就是自己的動物的愛 到菲利亞當然有這種世界的心靈的 但是他還是與親情的 兄弟之間的愛 叫菲利亞 就這個詞 就是希臘文的 希臘文的 所以我們講的Egabe 是聖經當中所講的愛 才把這個愛彰顯出來 到時候我們打不倒進 所以Egabe的基本涵 一種苦絕萬人的善意的相依行為 有責任有能力去愛那些不可愛的人 然後呢 此愛與人間的愛更不同的地方 就是可以說是不自由自 不用自主的反應 但全然是個人的操練 我們就要得到一個什麼 不用自主的反應 自然反應 這種 這可以從惡神而生氣的關係 收入處理會別人想到的走開 成就 成全 我們教會有時候看到 我們弟兄是生病了 我們準備出車禍了 我們都倒了沒了 哎呀 大家為他倒過啊 為他幫助啊 我們弟兄成功了 大家覺得成功有什麼了不起 是不是 王王就是這樣 就是 為那些倒霉的人 大家就有愛心 為成功的人 大家就 我們發了一種什麼心啊 基督 這就是麻煩 所以儒家的人 心悶內涵就是這樣啊 常常會給我們帶來這些東西 就沒辦法展開啊 所以第四個 我們看不過去門檻 第四個門檻 什麼門檻 就是現實生活的實際力 或者物質需求 是生命存在的核心價值 超過對靈性的追求 所以基督教信仰 重要的是上帝要把我們 帶到一個生命的超然狀態 這個超然狀態 不是不要物質 不要現實 而是要超於現實 高於現實 那種追求 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去看保禄的書信 尤其在菲律比書啊 加拉太書 菲律比書裡面特別講了啊 他在整個的信主以後 他整個人生價值觀的改變 才是最大的 這樣的改變 所以我們很多到這個教會的人 不是改變 是增加 明白意思嗎 就好像吃山明這樣 到廟裡面 和尚給你一塊肉 到教會裡面 牧師再禱告一下 再給你一塊肉 就是不斷地增加這個blessing 所以我在國內有一次教會跟他們講 我說請問 你們坐在廟裡面 坐在道觀裡面 和坐在教會裡面 你們有什麼difference 你們有什麼不同 假如我們追求是相同的話 你還沒有信主 你們誤把牧師當和尚 你們誤把牧師當和尚 這樣 有的啊 所以是這樣 所以它不是一個replace 不是一個改變 變化 代替代 是用基督教信仰的價值觀 體代我們 所以我們有時候 遇到好多國內的 哎呀 我們先解決溫飽問題 再去追求信仰 難道信仰跟溫飽是對立的嗎 我們有信仰的人 就沒有溫飽嗎 沒有 其實它講的溫飽已經不是溫飽 先發財再說 然後再把信仰當作外套 隨便穿一穿 人家有的我也有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種價值觀的變化 很重要 這邊我們已經信出了 在教會裡面有時候 彰顯自己的靈性 倒好像沒有多大的東西出來 彰顯自己在世上的成功和財富 才顯得更加重 這個都是我們的核心 所以中國的生命觀 明以示為天 者中有良心中國荒 人為財舍 娘為蛇亡 傳宗皆代出人口 你生觀發財 這都是我們的價值觀 是不是 都是我們的價值觀 這個是很麻煩的 而這些東西呢 我們就是 耶穌就講的 人不能單單靠什麼 食物活著 我們去明以食為天啊 完全倒過來 不一樣啊 所以我常常說 靠食物活著的是什麼 是動物 動物就是靠食物活著 你要一個狗 吃飽了它就無聊了 就亂來亂來亂去 喝了再去倒吃 都是這樣 能不能是這樣 就是提升 所以中國呢 是當代的 我們從近代一路走來 我們正常帶著近代的痕跡 有怨氣 有壓力 有自卑 有自傲 等等等等 我們都是近代史 就是亞非當中等式的一些 都是這麼過來了 那麼中國呢 是地獄呢 我們從19年有一起分裂的存在 包括台灣跟這個大陸啊 就是19年就分裂了 這個分裂到我們 造成我們整個民族心靈的蒼燒 到現在都沒有 那最近好像昨天一個導彈 都誤打了 大家就 哎呀 就緊張了不得了 對吧 一旦打到廈門怎麼辦 哇 大家都在想 其實就是無數萬象 我覺得 但是大家就是這樣 就心裡的 非常分裂的存在 所以你看大家都清楚那個那個 這個那個聖宗山 大家都都都 你看無情刀 大家都都搞這一套 掛的都是聖宗山 講的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兩岸人之間的差異 所以呢 現實和歷史的時候 反正造成兩岸有異同 也沒有什麼優利之分 兩岸人跟相同的特定基督的傳統人同上 兩岸人都比較從洋 都比較失禮 這是我的看法 這是我的看法 三年主義 共產主義偏然之間 都是被意識形態化 都意識形態化 意識形態化很可怕 都意識形態化 所以兩岸人的其他相應主義 主要是對不同的反應 大陸人幾乎上色的道德經濟 有了利益 沒有什麼不敢幹 相比之下 台灣人還有一點道德底線 前年我帶我太太去台灣 到了那個中正紀念堂 中正的相後面有六個字 現在拿六個字 科學 科學 民主 倫理 明白意思嗎 中正紀念堂的 它的相後面有六個字 叫科學 民主 倫理 這是五四運動 高舉的旗幟 這個旗幟到了中國 就變成四個字 拿四個字 科學 民主 沒有倫理 你不要看這兩個字 所以台灣一直在倡道倫理 所以它多少還有點底線 是吧 你不能 比如說奸商也蠻多的 台灣奸商也不少 是不是 有人說無商不奸 是吧 所以奸商也蠻多的 但是它畢竟還有點底線吧 大陸沒有底線 沒有最壞最有更壞 是吧 所以一個道德重視和不重視是吧 不是說所有人都很壞 好的人很多 所以我在國內去年十一月份 我在那個東南大學 東南大學一個道德倫理的一個 全國一個conference 叫我去講 我講了二十分鐘 就講一條 就講一條 中國人還是過去的中國人 既沒有變壞也沒有變好 原因就是 現在做壞事不適合到懲罰 還是適合到股幣 那就麻煩了 就是這樣 變沒有變好也沒有變壞 還是老樣主 還是老樣主 但是受惠的形態沒有為他創造好的份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呢 缺乏公益心沒有正理這個事 所以它為了更不講規矩 不講規矩是我們 是我們彰顯自己權柄和霸氣的象征 你們都講規矩 我就可以不講規矩 是吧 追根救援發現 誰最不講規矩 偉大領袖最不講規矩 他無法遮天 老合照打傘 所以我們都學他 是吧 就這樣 所以呢 這個問題很嚴重 所以大陸各代移民身上歷史痕跡 其實我們身上都帶了歷史痕跡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我們沒帶他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你們教會大概坐下來 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大陸來的人 是吧 所以大陸來的人 多少也會把文化帶給教會 所以我們很多生物上的痕跡 其實非常需要認真地看待 50年後 曾經狂熱的一代 現在我們政治上 這個省委書記省長啊 什麼中央那個常務啊 基本上50年後 現在政治局常務裡面 有六個多次的事情 都跟我同一代下降的 同業期下降的 所以五六二代的生活成長 省略在紅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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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紅旗教育 經歷49年後 考那個學生運動 一出生去抗美援潮 沒有上小學 就把護網條件都砸了 都砸了 全家都去大廁堂 因為三面紅旗 很無盡打躍進 剛開始掌聲地遇到達戒荒 小學沒畢業 文化大學沒社學在家 沒有上過一天中學 就可以當作思議上台下降 本來就是這樣 我沒有上過一天初中高中 我就上台下降 所以我考大學是還要通過資格考試 才能考大學 感謝著我還考上 六零後比較幸運 從雙小學開始 在文化大學當中 一開始就在政治運動 黃族中進行教育 十九年以後 所有方案以後 他們插進而過 文化大學就算以後 恢復成功高考案 正好他們進入高考期 大學畢業那年 全部發達經濟 他們一開始做生意 所以七零後 特別的自我一代 恰乎六十名前後 左派勢力回朝 英國他們的思想化 沒有太大的影響 九二年 從其爭取政策時候 非常順利 他們沒有五零後的黃族 也沒有六零後 紅小零的雞 每個人都抓住發財的機會 十九年以後 是十九年以後 經商最多的一代人 那你生活在七零後 所以你到國內查查 大種小種 老種 幾個種 就發現七零後 種的最多 就種起來 都做老闆 做生意去 七零後種得多 從他們開始 理想已經完全拿來現實 所以這些人都是最小的 包括像中國可以說播 這個人呢 就是結婚說中國可以說播 這些人呢 哎呀就是 我跟他們開玩笑 說播 這個是 Teenage的思想 是不是 這個 Teenage 十六七歲的時候 他動不得跟父母說播 他說中國可以說播 說明中國呢 還生活在TNG的水平 太低了 是吧 更可怕的是 這些人一方面在反美 一方面抓緊機會 到美國去簽證 全部都在美國了 好多有時候說 他們在國內 好幾次抗美的運動 走在前面呢 都是簽證被拒簽的 他們非常抗美 美國領事官都發現了 以後就專門給這些人簽證簽了 他們就沒了 都是這麼一種狀態 八零賀奮慶 八零賀的父母都為五零賀 像我孩子也是八零賀的 八零賀寂寞的獨生子女 八零賀身逢姓時代 沒有靠父母 沒有父母 父輩所遭受的種種疾病 也沒有任何能爭坎坷 八零賀成長的年況環境 是新中國最驕傲的年代 他們關心自己也來祖父 所以特別奮慶 北京奧運回家 他們是海外火炬船隊的守護神 強火炬啊 都是八零賀在幹 就是保護火炬啊 就是保護火炬 所以呢 這些都是巴黎客 你看到嗎 都是巴黎客 包括這個 包括這個 都是巴黎客 所以我在洛杉磯的時候 那次火炬船隊的洛杉磯 我在冰上默默看著 就是這批人很狂的 像我們這些年紀大人在看著 心裡各種味道都有 各種味道都有 蠻有意思的 所以上世紀就是年代開始 九十年代開始 朱桂清的西方北京都行 被捏了一點草莓 有一點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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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有 國際上越來越多了 團體時候也得了解 美國普洛杉磯基金會 2009年5月12日 看著一批 理解中國分金未來會怎麼樣 就帶著這個問題的研究了 不論是對中國 還是對外部世界都成為挑戰性的象徵 這些青年男人 經常使用互聯網 和其他舉動公開表現政治觀點 超民主主義和反美情侶 二十年九十年二十年 在中國經濟成長 特別是廣泛 這些東西都有 現在我們讀書 其實好多書 什麼哲學 宗教 什麼文學 藝術都沒得讀 成功學 哇 大家都去讀 什麼是成功 大家搞不清楚 還有惡害學 聽到過嗎 惡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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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了一本來看看 原來是臉皮太厚學 就是 或者是把它翻譯成厚言無恥學 就是 不管幹什麼 只要你敢幹就行 到了這種程度 這個也只成為學 哎呀 我真為這個學感到難受 這也是成為一個學 不就是厚言無恥嗎 是吧 就是它也是成為一個學 而且年輕人大量都去蜂擁而動 這也 記場上我拍的一張照片 記場上一個書 它也就是這麼長吧 這麼大的一塊地方 就會講這個東西 講這個東西 今天這些人 都是瘋狂 都是瘋狂 都是傳銷啊 成功啊 都是這樣 一切為了成功 成功便是一切 九零和進入了迷茫 九零和成在200年以後 進去發展 導致社會兩階瘋狂 貧富不清 社會不坑 到了花崩 面對社會種種不良現象 九零和深淺迷茫 這是九零和的深淺迷茫 這是九零和的深淺迷茫 那種概念 大學畢業後 就業得不到百分之五十 就是啃老現象 和物具現象 同樣普遍 現在一啃老 所以九零和現在國家 不關心他們的經驗 原因就是 他們的父母 還在繼續幹活 所以不要擔心他們 就是餓死 沒吃的 更不要擔心他們 因為雞喊交駁 會去造反 所以呢 就很放心 但就業得非常低 九零和大多數人 不知道路在何方 九零和的深淺迷茫 實在他們一代替前期 顯得更加敏感的脆弱 吃殺率非常高 現在國內的高校的自殺率 超過聯合國的平均數 平均數 每年 像中山大學 我是09年開始 擔任他們的中山大學的輔導 09年 我那一年我就知道 大概有十一個人跳入自殺 和歌完 有一個女博士三十八歲 清明節的那一天 在黑板上寫下 今天是清明節 每個人都祭奠他們的青年去了 明年不知道誰會祭奠我 寫完以後走到十樓 蹦 跳下去 自殺非常高 所以博士那麼沒通過 蹦 跳過 男女朋友圍壇就 蹦 跳過 整龍整的歪掉了 蹦 很多啊 真的是你們不要笑 真的是很多 他現在很脆弱啊 因為我都在搜尋自己治療 我就開始很痛苦 就是談到這個福音策略了 福音策略 談福音策略呢 就是怎麼講 福音是神的大人 但是傳福音沒有人大人 也沒有多分科技 所謂策略也只是給予兩點 第一 從長遠跡所做的施工計畫 第二 個人對傳福音的負擔 究竟出一種史衝動 還是出一生的使命 或者就需要做適當的裝備 和心理的自我調整 真正做到自己治療 做到盧寶不耐 我不傳福音策略 或這種史衝動 所以今天 我為什麼前面講 那麼多這些文化的問題 這叫做知己 知己 我聽過很多講 哎呀 盧柯鄉 80號傳福音啊 盧柯鄉 90號傳福音啊 有盧柯鄉 中國心理傳福音啊 當然這種做法是很好 但是我就在想 你對自己了解多少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對自己了解多少 我們身上殘存著傳統文化的價值觀 還有多少沒有被對付 多少沒有被清理 甚至多少還沒有被認識 這本身是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自己都搞不明白 怎麼將人家 以其問問何以使人造造 是吧 這是班求講的這段話 所以這個就是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示 所以我就下句 要我再講的話 我一講知己知己 知己知己 他的回應很苦 所以我覺得 像談這些東西呢 就是包括我們如何 像周邊的人 像自己的親人 自己的同事 同學的朋友 跟他們傳福音 我們就知道 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 同時傳福音 他不是完成教會GDP 我要反過講 我們教會沒有GDP 教會有沒有GDP啊 沒有 我們每年 教會規定要增加多少 增加多少 沒有的 從聖經開始 主耶穌也沒跟他門路講 你們好好傳福音 每年增加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拿不到百分之五 別來接我 沒什麼說話 沒什麼說 沒跟他們講 就叫他們去 沒什麼說不要來接我 沒跟他們去啊 就是說 這個沒有一個指標的問題 指標問題 為什麼 因為傳福音本身是一個基督徒 生命成長的逼近之物 它本身是你生命成長的需要 它不是教會強姦給你的任務 你如果要成長 你就要傳福音 因為傳福音裡面 包含著很多的奧秘 奧秘是在哪裡啊 就是垂擬你兩點 對你信仰的鞏固 和認同 對你信心的成長 和認同 就是這樣 是吧 你在通過傳福音後 你肯奉的是你的信仰 你能夠帶領你的信主 你肯奉你的信心 這兩個讀成 是吧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 你還有意無意的 認識到自己在行為上的不足 也就是生命的見證不夠 所以需要什麼 需要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 所以有人 還沒有開口下來傳福音 人家就感覺到 唉唷 這個人最近要跟我傳福 這是一個很有負擔的基督者 可是有些人跟他傳福音 嚇了一跳 啊 他也是基督徒啊 不講還算了 嚇了一跳 有了 有了 是不是 你不傳福音也就算了 傳福音嚇了 就是心理精神不到位 所以傳福音它不是一個任務 它本身是一個基督徒 它自己必須要經歷的 那種生命成長的過程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本身是你成長的 裝備的需求 所以呢 一生的使命把它定下來以後 就是 你要開始處理放廢 裝備就是自己 要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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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不能把自己不想要的東西 給別人 那簡直就是一個胡鬧 胡鬧 我常常講的 胡鬧 所以要真正知道自己的事情 我不傳飛機誘惑了 那種使命感 誘惑了 當然這個誤 我在我們長期的那個教會 在那邊講處了一些 所以我說 下一次這將處理學 就專門找了一個 聖經當中 我們信仰中的那個 keywords 這個keywords 我第一個要講的keywords 就是福 到底什麼是福 blessing啊等等 我曾經講了很多福 這個福是跟我們中國人的福是一樣的嗎 我們翻了這個福 是不是這個福 我們好好研究一下 這個key字 我記得恐怕要講了一點 還有要講一個禍 這個禍 這個禍 這個禍是我們那個禍嗎 說這個禍啦 吃食物中毒啦 有禍啦 什麼禍 到底這個禍是什麼意思 是倒霉的意思嗎 我們禍常常是倒霉的意思 是吧 這個寶錄起來 我不算分析就倒霉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顯然不是 那是什麼意思呢 要值得研究一下 啊 這個意思 實際上歸根到底就是 那對一個基督徒追求生命成長的人來講 那你就麻煩了 你就麻煩了 就達不到你 到的目的 就大概有這個意思 所以呢 大概是應該這樣 首先要端正性態 平等相待 平等相待 你們幾令都結束 十五週 十五週 還有時間 端正性態主要是什麼 不要把傳分當中的功德和成就 這個性態 一個佛教都講功德觀 哎呀 我今天帶來多老人進去 我曾經去探訪過一個病人在教過的事 探訪他 他拉著我說 我說牧師啊 我這麼愛主 去年我已經帶領了三個人信主 我為主主了不少 怎麼還會有病呢 我怎麼還會生病呢 哎呀我聽了是 我半天說說不出話了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因為他生病了 他不是因為我就要好好講 這個想法是很對的 這個想法是很不對的 那我跟你們趁這個機會講一個競爭 九八點我去台灣 我那次去台灣的是立法院和行政院邀請的 終於學的去邀請 那我在立法院行政院都做了演講 那一次正好星期天 星期天那個國民黨有一個陸委會的副總委 他是有很好的基督徒 他就帶我去聚會了以後 順便嚇我 他說我帶你去台大十樓探訪一個病人 台灣大學很 台灣醫院很有意思吧 十樓專門有一個地方為基督徒祷告 基督徒病人禱告 九樓是佛教徒祷告 八樓不要十樓 他宗教信仰自由嘛 他每一個人就不同的 宗教他就為他們病人禱告 他就帶了我十樓 一路走一路去的時候 路上就跟我講 他就要去看望一個蒲媽媽 姓蒲媽媽 他說這個蒲媽媽當年已經是八十九歲 八十九歲 他說他的丈夫在徐旁會傳當中犧牲了 徐旁會傳當中犧牲了 徐旁會傳是中國叫什麼 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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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台灣人就這樣犧牲了 為國捐屈了 大陸就這樣打死了 這個語言的翻譯都不一樣 所以呢 當時死的時候很慘 他留下三個孩子 他是一個機槍林的廉長 死了三個孩子 三個孩子 最大的一個才六歲 最小的抱的時候 你還在吃奶 三個孩子 所以呢 就靠著他先生 生前的一些弟兄幫忙 把他從徐旁那個地方 徐正 一直帶到上海 到了上海 好不能擠上一個去台灣的輪船 這個船呢 到了寧波又下船 重新再換船 反正折騰了幾個月 再到了台灣吧 到了台灣 就住進了眷村 眷村 台灣都是眷村 眷村裡面 他那個孤兒寡母的 那個這個中國人就是這樣 那個寡婦長的 長得要受您欺負嘛 是吧 所以他就靠什麼 他就靠理髮和洗衣服 就白天理髮 晚上洗衣服 把三個孩子拿起來 當時他三個孩子都很優秀 全部在台大 讀書 都很有成就 他自己從六十年代以後 也做點小生 生也做了蠻成功的 而且是很愛做的一個指輩 他是一個盡興會的長老 那我去看的時候 他說幾年前查出來 他得到肺癌 他一不抽菸得肺癌 其實我那一次去的時候 我也感覺到台灣其實 那個時候也很汙染 很汙染 空氣非常不好 一個感覺是什麼 我一到台灣 多明其妙 嗓子癢 眼睛出眼淚 到醫院去看也看不好 結果回到美國就好了 我突然感覺到那是汙染 那個時候在台灣還不知道汙染 結果後來我去看他 看那時候 躺在床上 大概就是很短了 就是瘦了一斤皮膚 很短很短 兩個眼睛 菌菌有神 但是後來去看了他以後 我看到這個樣子 聽到他的故事 哎呀 我心裡透過一絲悲哀 我不知道怎麼說好 而是那個徐青生長的副主委 他就跟我講 他說李弟兄 他說我們好不好 那個時候我媽媽的大兒子也在 大兒子也在 他說你好不好 就是為我媽媽做個禱告 禱告 後來我在禱告之間 我說我媽媽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說你這麼愛主 一生這麼海盡如苦 為什麼神還能讓你生個肺癌 他突然兩個眼睛對我一瞪 他說弟兄你得救了沒有啊 我真的嚇一跳 我說我得救了 我現在在神經驗最後一個訊息了 你要好意思講 他說我們生命的主權在神手裡 他用什麼方式把我們帶走是神的意思 你不要那麼想著悲哀好不好 他說被神經者是好都不比啊 他說你這樣的話 你還問我找不到什麼呢 我當時恨不得鑽下去了 真的是第一招有個動物一定要鑽下去 這是臉面全無關 當時想想也不能賺 底下是佛教徒最好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哎呀 那一次真的是很慷慨 但是後來我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魂心冒汗了 我就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一個徐靈勇講 哎呀感謝主 給我神訓畢業之前上最後一課 就是生命的主權 我們讀了那麼多的書 我說我們新主等等 我們都還不了解生命的主權在誰手裡 這個虎媽媽真的是了不起 啊 了不起 結果我離開台北的那一天早晨三點多鐘 我是到桃園機場應該是六點鐘離開 三點多鐘那個弟兄去打電話 他說虎媽媽剛剛被主接種 剛剛被主接種 哎呀我當時眼淚就自不自流下來 哎呀覺得也不 自不自傷心還是什麼 就是很難受就不停地流眼淚 那個時候我就做了一個禱告 我說主啊無論我在哪裏傳 叫主的父母 我一定要傳家中一世美的競爭 因為我們中國人信主 我們很不容易放棄主權 真的是這樣 我們常常會有這麼想 哎呀我這麼愛你 你怎麼讓我這樣 我怎麼愛你 你怎麼讓我這樣 好像我們跟主之間有一個交換 其實恰恰這個無色性感 哎呀我真的是很感動 那一次經驗 被怎麼忘了 然後還被人忘了 真的是很感動 所以我常常就覺得 我們的心態非常重 所以這個是主品的意思 已經信主並不理高分一等 其實我們信主啊 哎呀我們社會有時候常常講 我是第四代基督徒 第三代基督徒 說哇塞 教會我們一代沒有兩代的 是吧 我們都跟天父直接是有父子關係 我們有爺爺的關係 哈哈哈哈 我們也就說過天爺爺啊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都一代的嘛 沒有沒有這個 所以這些觀念我們會要端正 等於呢要平等相對 要理解寬容解答 理解寬容解答 理解容易 寬容也容易 解答就不容易 解答呢要放棄 要放棄 要平等相對 心就要重視 心就要重視 重視 那這些呢我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麼接下來呢我想我們吃了飯再講 好不好 我們先做個報告好不好 天父我們感謝你給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一起在文化話題的分享當中 榮耀主的名 我們真是求主特別祝奉我們這一批人 我們從中國人能夠吸引到基督 能夠成為主的子民 實際上是莫達的恩典 也是一個神級 求主也在靈裡面特別捐慕 帶領我們能夠克服文化的重重障礙 能夠談戀無懼的神經面前 求主祝福 禱告 封主耶穌人 阿們 好 謝謝大家